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繼續回到天馬模擬器 現在新的天馬G版 我已經下載了,但真的非常大 整體設計很久,總共差不多3T 要下載後再解壓,Hard Drive 要有5T、6T 現在仍然在會員頻道製作3.5T 有些網友問我如何安裝安卓系統 今天就分享一下,用很久沒拿出來的 Older Light來做示範 基本上你懂得如何安裝天馬模擬器 基本上哪個版本都大同宵異 準備將SD卡,主要遊戲都安裝在SD卡上 如果你有任何安裝安卓系統的手機 都是一樣方法 例如Retro Pocket 3 Plus RG505,405M等等都可以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下載的來源,我就不可以在YouTube上分享 大家如果有興趣,用百度沒問題 可以在B站那邊或者百度那邊搜尋天馬模擬器3.5版本 或者是天馬模擬器3.5版本 都一定可以找到,非常容易 但如果你是國外的,或者用百度比較慢 我可以在會員頻道裏面都可以找到 如果會員區的朋友呢 先下載了Picasso Android.RAV 先下載了Picasso Android.RAV 解釋後,它有PACso Part 1 和PACso Part 2 這個時候,先把電腦內的SD卡 插入電路 右邊的卡 首先把PACso Part 1 Apps 所有放在SD卡上 基本上,就是所有模擬器的APK APK 即是安裝到Android的Apps 我建議 全部放在SD卡上 因為其實都需要 除非你很有限,以及你未必會使用 Apps 裡面有些字 變成怪馬 沒有問題的,其實大約都知道 因為它有些英文字在這裡 譬如Dolphin,Dolphin的模擬器 Citra 3DS模擬器 基本上,你在你的Android的掌機上 全部安裝一次 就可以了 PACso Part 1 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先去掌機 做了這個步驟 好了,插好你的SD卡 當然,插好你的SD卡 新Apps 接著,這裡有很多APK模擬器 這樣就 全部安裝了 記住,有兩個Folder 先把它安裝 這樣就繼續 安裝 接著 再繼續可以了 我就不在這裏繼續播放 好,因為有很多個 大家全部按下就可以了 裏面這些都要按下 記住 好,按完之後 它就有這些模擬器 安裝了這些之後 我們可以再 返回電腦 基本上,不一定要插卡進來 因為另外,Part 2 的Folder 是需要放進掌機內存 例如Part 2這個 裡面有這些東西 我們剛才安裝完了 我現在插到USB線 所以我電腦上可以直接 入到 OLED 這就是 內部共存空間 我內部那個 基本上 把這些東西 拉到這個場面就可以了 有什麼東西都可以 因為我已經有了 我就不再做一次了 怎樣呢? 最重要的是 在Picasso's Front End 裏面 就有個 Game Directory Dot TXT 我們先打開 它裏面 就有這些 ROMs 的 Path 這些 Path 就是 第一個就是 DOS DOS 模擬器 ROMs 遊戲擺位 例如 例如 還有一堆X66 這裡 因為每張SD卡 插到機器 就會有不同的 即每部機器 有不同的號碼 我們要檢查一下 那號碼 再配置這個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我們 準備一些 遊戲ROMs 先 遊戲ROMs 如果是天馬G 可能是另外一個 按進來 接著 把遊戲放在這裡 其實 我試過Model 2和Model 3 是不可以的 Android 玩不到的 我先刪除了 其他就放在這裡 放完進來之後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下載的遊戲 回到Pack裏面 安裝工具 裡面 Android 裡面有一個 全套Meta Data 備份 這個 我也會在會員區 分享 如果你在白島 整個Pack 也會有這些 按照 例如 剛才 Naomi 我找回Naomi 然後 裡面有一個 Meta Data Picasso 我把這個Copy 放在這裡 它也有一個 因為 PC 版 和Android 版 不一樣 所以就要確認 把這個 這樣才可以 如果你是不可以 很大機會是這個問題 OK 基本上其他的 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再示範了 OK 那我們現在 就可以回到機器 檢查 這個 XX 這個SD Card 那個位置 在哪裡 然後 把這些檢查 就可以了 有很多方法 可以檢查到你的SD Card 那個號碼 但是 我覺得這個方法 挺簡單的 就是你開一開 天蠻梅器 你可能第一次開 沒有這些 因為我已經弄好了 你進來之後 可能什麼都沒有 你按 Start 這裡有一個設置 或者是英文 設定 當然 按進去 然後 拉進去 設置遊戲 目 按一按 然後 按加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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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會看到 有個 存放 另外 那是 有些字母和號碼 我這個就是這個 那你把這個抄下 就是你的SD Card 那 然後 基本上 你抄下 之後 回到電腦 改回XXX 然後 進去就已經開放到 現在我先回到電腦 好了,回到電腦,再打開 game.dirs text file 接著這些XXX,將它改為剛才的號碼 當然是你們自己的號碼 一邊改完這堆就OK 這樣就改完,下面這堆就不用理會 如果你真的放在遊戲 internal 的話 就在Internal 跟目錄,剩下Warm之果 亦都可以 基本上SD 卡和內存的分別就是這個Path 弄完啦,Save 啦 可以穿上機器就OK 現在試試開一下 遊戲圖有了 Videos也有了 對了,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如果進來呢 大家本來你的Android 系統 可能是英文版本 或者繁體版本 有機會看不到那些簡體的話 你需要進去SETTINGS 系統啦 語言啦 接著這裡改回去做簡體中文 裡面的Menu的字才能顯示到 否則有機會是怪碼的 我試試按English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裡變成文號 剛才因為轉了英文 在遊戲裡面呢 按 Select 一次呢 就可以Save 遊戲啦 可以Load 遊戲啦 可以有些設定等等 MOAKW shape OK MING W 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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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没问题的 试一下刚才的,按 select, load save 出回到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样,简单的安装在 PC 上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喜欢影片,请大家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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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